第一次登上亚运混领奖台时,孙杨川卓个人赞助品牌361度,第二次登上领奖台时,孙杨川上了中国体育代表团,规定,的统一领奖复安他。 但为了表达对这一品牌的排斥,他构思金条的身披国旗,用国旗来覆盖身上的服装和标志,与此同时,他还用小国旗贴纸来折到胸前的赞助商标志,孙杨是361度签约运动员,因而从内心深处排斥竞品上升,这无可厚非。 但安他作为观光的领奖服赞助商,无论是按契约要求,还是国家代表对统一形象的规定,孙杨都应该在登上领奖台时,身着官方领奖服,这也无庸置疑。 在亚运会这一国际场合,运动员首先应尊重代表团的整体权益,并且按照契约精神来履行约定,有人拿1992年8在罗奈奥运会,先约奈克的乔丹身批国旗折挡瑞不畏力,就明孙杨情有可原。 在问题是,乔丹是通过个人奋斗成就自我,而孙杨则是通过举国体制晋级人生高阶。 新华社去年曾报道,孙杨医疗保障团队由其人组成,一名医疗专家,一名专职队一,一名优雅帮松师,一名拉胜帮松师,兼两名助理。 而孙杨妈妈也是医疗保障团队中重要议员,也就是说,孙杨平日里享受着国家资源汇集的福利,但在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,他又试图摆脱国家安排,积极蒙求个人私利,而浪面中国国旗以及那美少国旗之天,则都成为了他主张客,人品牌,遮挡官方竞品的牟利道具。 但就在此事发生之前,孙杨刚刚塑造了一副爱国护旗的热血形象,并赢得一片赞誉,当他首次身着361度灯台领奖时,升旗仪式上的三名国旗,突然全体掉落,身着非官方指定品牌的孙杨随即和主办方交涉,要求众生国旗,重奏国歌。 在孙杨的坚持下,现场工作人员全部照办,当升起这一国是跟个人利益无数时,孙杨展现出的,是基安护卫国旗,主动维护和捍卫国旗尊严,的全权爱国之心。 而当穿着这件小事跟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,孙杨便立刻丧失了维护和捍卫国旗尊严的兴趣,丧失了对国家荣誉的敬畏之心,而是展现出极不可耐的要能国旗,当遮挡物,捍卫此身上业力利益的轻浮与玩乐。 当不必付出代价时,孙杨是高调爱国的,国旗身华成为心中神圣不可侵犯之物,当需要承受损失时,孙杨是低调务实的,国旗被爱化成了手中一件,可用作利益止损的工具。